一整櫃的罐頭食物 是遭遇緊急災害的救命食材 但罐頭吃多的容易膩 其實只要花點巧思 它們也可以搖身一遍 成為好吃又營養的美食 把整罐青芋罐頭放在塑膠袋內 加入洋蔥 檸檬汁和橄欖油 用手稍微搓揉 不用開火就能完成一道 好吃又下飯的涼拌洋蔥 青魚 好吃 好 太棒了 它很爽脆 食物可以進行 胡椒沙丁魚罐頭 也可以變身熱騰騰的丸子湯 事先整備好昆布 蘿蔔 蔥等冰箱油的蔬菜 接著用沙丁魚罐頭調味 最後放入丸子竹滾 好喝的丸子湯立馬上桌 很爽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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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HK記者喝到一點滿足 就知道湯有多好喝 吃飽喝足就連甜點 也可以用能長久保存的麥膚完成 牛乳和砂糖 把麥膚和牛奶砂糖攪拌 接著用奶油把麥膚兩面 煎到稍微焦黑 最後撒上黃豆粉 就是好吃的小鈴醉 用點巧思 平凡的罐頭也能變成一道道的美食 有機會不妨在家自己動手DIY 記住我N君 綜合報導